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怒急把哥哥赶出门 夏淼一句话 全场震惊 嫂子傻眼 爸 妈 我谈恋爱了 饭桌上 我哥冷不丁地开口 把我爸妈吓得不轻 毕竟我哥都离婚五年了 这几年我爸妈也不是没催过他 在考虑考虑个人问题 都被他以孩子还小给挡了回去 他们都已经做好我哥以后 和我侄子方号相依为命地打算了 没想到 我哥居然谈恋爱了 我妈反应过来 一脸欣喜地问 那你什么时候带人家女孩子到家里来 我和你爸 你妹妹爷爷认识认识 嗯 我先问问他 饭后 我拉着我哥跑到阳台 一脸八卦地问 哥 你这给我找的什么样的嫂子 不会又是浩浩妈妈那类型的吧 我哥携我一眼 怎么可能 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他那种类型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初要不是因为怀了方号 我和他根本不可能走到结婚这一步去的 哦 我点点头 表示同意 当年我还在读高中 我哥突然打电话来说他要结婚了 我还很意外 明明前不久面对爸妈催婚 他都还无动于衷 怎么突然就松口了 后来 我才知道 是因为我前嫂子怀孕了 为了孩子才不得不结婚的 那你新交的这个女朋友 什么类型的呀 我哥想了想 嘴角含笑 她是我的一见倾心 和她在一起 我才真正有了动心的感觉 以我发出略微嫌弃的声音 没想到我哥也会有这么恶心人的一天 还心动 我没想到我哥谈起恋爱来会是这样 不禁让我开始好奇 我哥的这位新女友到底长什么样子 居然能让我哥这样一个钢铁直男 都长出恋爱脑了 临睡前 我妈问我哥 你和女方定了没 什么时候来家里 我哥说 我问了 她说周末有时间过来 我妈刚想点头 我突然插话 周末在家会不会不太方便呀 我妈被我这么一提醒 显然也想到了 周末家里的确不太方便 我侄子方浩 今年已经十二岁了 正面临小生出的关键时期 周末她在家里 爸爸给她找了新妈妈 我和我妈都担心 孩子知道了会不开心 我妈说 周末 浩浩在家 换个时间吧 我哥说 可是微微才刚出来上班 只有周末有时间 我随意说道 那就不在家里 找个餐厅一起吃饭拜 我哥说 我和微微商量下 没多久 我的微信就收到了一条 自称是我嫂子的好友申请 妹妹 你好呀 我是你哥的女朋友 乔薇 你是不喜欢我吗 怎么连家门都不让我进呀 我是有哪里让你不喜欢的吗 我为之一愣 我不过就是提议在外面吃顿饭 说得好像是我不愿意让她进门了 查理查气的 我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 看来这乔薇 还没见面就想给我个下马威呢 我哥见我脸色不对 问我 怎么了 我把手机递到他面前 你把我微信给你女朋友的 我哥坦坦荡荡的 对呀 他说想和你先聊聊天 先熟悉认识认识 我说 是吗 那你看看 他说的什么话 我可不会惯着他 什么人呢 还没见面就开始摆谱 这要是真成了一家人 家里还有我 和我爸妈说话的地吗 我哥脸色一僵 硬着头皮解释 他可能就是问问 没其他意思 你别多想 我冷哼一声 说 是吗 那我怎么回 还是说我直接不回了 我哥说 你别回了 我来和他说吧 看在我哥态度 还算不错的份上 我说 行吧 不知道我哥是怎么和他女朋友说的 等他从手机里抬起头来 意思已经完全变了 小初 你看 你哥我都离婚五年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 人家想在家里来吃顿饭 要不就让浩浩 这周末去他妈那边待两天 咱们还是在家里见 我看着我哥一脸为难的模样 心下一软 也不想因为我的意识不满 坏了他的婚事 便答应了 行吧 那你和他说吧 让他来家里吃饭 话落 我又说 你得和浩浩妈妈说好啊 别到时候把浩浩送过去 他又没时间照顾孩子 我哥说 肯定没问题的 我哥回了他女朋友消息 下一秒 他又给我发了信息 妹妹 你哥哥 说你同意我来家里吃饭了 看来是我误会妹妹了 我还以为 妹妹你不喜欢我呢 是我想多了 我很期待之后 和妹妹的见面呢 我微扯嘴角 你这女朋友 数白莲花的吧 我哥不明所以 还当我在夸他 点头说 他是挺单纯的 我没应 心里呵呵 周末一早 我哥把我侄子 送去了他妈妈那里 赶在中午开饭前 带着他的新女友上了门 见到乔薇的第一眼 我大概明白了 我哥为什么会喜欢上他了 一看就是清纯女大 涉事卫生的模样 很符合我哥说的 他很单纯的外表 难怪我哥会沦陷得这么彻底 他乖巧地朝我爸妈问好 又对我说 妹妹 我们终于见面了 自从你哥和我说了 家里有个妹妹 我就一直很期待我们见面呢 我笑了笑 笑意不达眼底 总感觉他笑起来怪怪的 娘里娘气的 也不知道我哥怎么就好 这一口了 我爸妈对他的第一印象 倒是挺好 毕竟我哥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 爸妈恨不得把他给供起来了 我妈说 叫薇薇是吧 薇薇喜欢吃什么菜呀 乔薇乖巧地回道 阿姨 我都可以的 不挑食 昨晚我和我妈就已经商量好了 中午直接煮火锅 又方便又好吃 喜欢吃什么菜 也能自己烫 一大早 我和我妈就起来准备好了 就等人来了 就可以开吃了 结果 乔薇刚还说不挑食 一瞬间便扭转话意 我早就听大致说 阿姨做蒸菜很拿手 也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机会能够尝尝 我说道 那不 我才说两个字 我妈就把我嘴给捂住了 笑着回她 当然可以 你喜欢吃 阿姨就去给你做 你先去客厅 坐着休息休息 我不赞同地看了眼我妈 心里富匪 不就是第一次上门吗 要不要这么将就她呀 我跟在我妈身后 就进了厨房 小声曲曲 妈 我们菜都准备好了 现在做蒸菜 多麻烦呀 我妈说 哎呀 算了 你哥女朋友第一次上门 我也会做 就做吧 人家都说了 爱吃 不做 她该以为我们不喜欢她了 我心想 我本来也不喜欢 不过看着我妈 忙忙碌碌的样子 我别了别嘴 我来帮你吧 我帮我妈在厨房 弄好菜 出来一看 客厅已经没人了 我先去了我哥卧室 扑了个空 又进了我爸妈的卧室 问我爸 爸 哥和他女朋友呢 我爸说 我不知道呀 我见他们在客厅 我就进房间了 哦 我回到客厅 看着楼梯 隐隐约约地听到 楼上传来 我哥和他女朋友的声音 我站在楼梯口 大声嚷嚷 方大志 你给我滚下来 我妈听到声音 从厨房里出来 问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一脸生气 指着出现在楼梯上的我哥说 你问他 我哥自知理亏 脸上带着尴尬 微微想参观下家里 我就带着他到处看了看 我才没兴趣知道 他想参观哪里呢 我双手插腰 怒声道 我说没说过 楼上是我的私人领域 没有我的同意 谁都不能上去 你女朋友想参观 你带他去你房间呀 你上我房间去干嘛 我哥拉着乔薇 迅速下了楼梯 好了 别生气 我就是带着他到处转转 没动你东西 我妈也在一旁劝我 算了 微微第一次来 不知道你的习惯 你也别生气 又打圆场道 饭好了 先吃饭吧 我闭上眼 深吸一口气 没有错过 乔薇眼里一瞬的不满 我装作没看见 看着我哥 美好气到 没有下一次了呀 我哥连连保证 好好好 你放心 绝对不会再犯 本来我都已经忍了 这事也就过去了 天天乔薇 还等笛子上脸了 先是看着桌上 我妈特意给她做的 梅菜扣肉 粉蒸肉 挑挑拣拣的 阿姨 你们家做梅菜扣肉 粉蒸肉 都是用这么肥的肉吗 这肉太肥了 怎么吃呀 我冷声道 爱吃不吃 我妈也有点不高兴了 瞪了眼我哥 语气和一开始的热情相比 也趋于平淡 这就是正宗的五花肉做的 乔薇不依不饶 可是外面的饭馆的蒸菜 都没有这么多肥肉的 我可不惯着它 饭馆的好吃 那你还非要上我家来吃饭 我哥见形势不对 笑着霍西尼 薇薇不是那个意思 她平时就不喜欢吃肥肉 又对乔薇说 下次我让妈选瘦肉 多一点的五花肉 给你重新做一份 嘿 我当下就拉下脸来 你要讨好你女朋友 让妈做菜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自己学呀 我哥说 自己学就自己学 我学会了还能经常 做给薇薇吃呢 乔薇高兴地笑了 还不忘冲我得意地挑眉 看着我哥一副舔狗的样子 我不屑地冷哼 当谁稀罕呀 我自顾自地招呼着我爸妈吃饭 凭什么因为别人 耽误我们吃饭的心情呀 不值当 偏偏 这个乔薇不知道 是不是跟我八字饭冲 就是不安生 我刚吃梅两口 她又开始作妖了 妹妹 我听你哥说你都二十八了 还不准备结婚吗 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还不结婚 不好找婆家了吧 你要是身边没合适的 我老家那边 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 虽然她离婚带着个孩子 但是人家憨厚老实 你和这样的人一起过日子 不会太差的 我哥知道我最讨厌别人催婚 稍加劝阻 微微 别说了 小初的人生大事 她自己说了算 乔薇说 我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呀 总不能以后我们结婚了 她还赖在娘家吧 我爸想发作 我按住她 摇了摇头 我倒想看看 她今天还要做些什么药 我明仅存 脸色阴郁 她像是看不出来 我的脸色一般 变本加厉 对了 还有这个房子 等我和你哥结婚了 这房子肯定是要用来做婚房的吧 但是 你哥的房间 就只有那么小一间卧室 你要是一时半会不结婚 要不 你就和你哥换吧 你一个女孩子 哪里需要住一层楼 我看你房间里 还有马桶 还有浴缸 还有那么大一个衣帽间 等我和你哥结婚了 肯定还是要住主卧才方便的 我趴了一下 把筷子摔在桌上 抬眸凳向她和我哥说 你们进我房间了 我哥说道 我就是带薇薇进去看了看 没动你东西 我猛地起身 静止往楼上去 一进卧室 我就发现我的东西被人动了 卫生间里 我摆放的护肤品被人动过 我的浴巾换了位置 就连我挂在外面的睡衣 也有一动过的痕迹 我忍无可忍 凭着一口气冲下楼 指着我哥怒道 方大志 这就是你说的没动我东西 我哥说 薇薇就是好奇 我已经和她说了 她立马就放回去了 乔薇还在一旁火上浇油 妹妹 你也太小气了 我只不过就是看看 再说了 等我和你哥结婚了 那房间不还是得让给我和你哥住吗 她俨然已经觉得 她注定了我的房间 俗话说得好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乳腺增生 我骂道 我让你大爷 还想给我介绍二婚带娃的 还没嫁进来 就想做我的主 谁给她的脸呢 乔薇被我这阵仗吓了一跳 下一秒就哭得梨花带雨 倒在我哥怀里 大志 我不过就是看了看家里 你妹妹就这么凶我 看来这饭也不用吃了 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要是真的嫁到你家来了 连个小姑子都敢随意欺负我了 我哥一边安抚她 一边用眼神示意让我服个软 我翻了个白眼 坐回位置上 要哭出去哭 别在我面前碍眼 乔薇愣了一秒 又看着我爸妈哭哭啼啼 叔叔阿姨 话还没说完 我爸就说 你对着我们哭没用 家里小初说了算 我爸从小就疼我 从他说给我介绍二婚男 我爸的脸色就已经很难看了 没想到他一出接一出 一次又一次地挑战我家人的底线 乔薇似乎没想到会是这样 哭声渐渐止住 看着我哥问 什么意思 我哥脸色一僵 哄着他 别哭了 你哭得我心都痛了 你要是喜欢这户型 我们可以在小区里另外买一套 我们自己单独住 乔薇不肯 凭什么 心想 明明有一套房子 凭什么要出去住 怎么不让他们出去住呢 我缓缓开口 不好意思 这房子是我的 乔薇一愣 看着我哥 方大志 你妹刚才说 这房子是她的 是什么意思 我像看傻子一样看她 讥讽道 字面意思都不懂 你真的是大学毕业的 我哥脸色有些难看 薇薇 这房子的确是我妹妹的 不过我们结婚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 也可以住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吗 乔薇看着我爸妈 叔叔阿姨 你们也太偏心了 大志可是你们亲儿子 你们居然宁愿给女儿买房 也不给儿子买一套 我爸从坐下来吃饭 就一直在忍 这会儿听她这么说 也不想再忍了 把筷子一放 抬起头看向她 小姑娘 谁说这房子我们出钱了 乔薇当场愣在原地 我缓缓起身 看着她错愕的样子 得意地挑眉 好了 就冲她今天这一番表现 想要让我爸妈 同意她进门 已经不可能了 除非 我哥肯为了她 和家里断绝关系 那另谈 我 想必乔小姐这顿饭 也吃不下去了吧 那就请吧 我做出请的姿势 我怕再对着她 我会消化不良 我哥看着我 小初 我力声道 你给我闭嘴 乔薇看着我哥 在我面前毫无威信 哪里像个当歌的 气得她狠狠地跺了跺脚 往我哥胳膊上 狠狠地凝了一下 方大志 你就看着你妹妹 这么欺负我 说着她就想掀翻餐桌 我双手撑在桌面上压着 淡淡道 餐桌价格五千 乔小姐要是想砸了 可得考虑清楚 有没有能力支付 故意毁坏财物 给他人造成了损失 大厅我可是装了监控的 乔小姐 你逃不掉 她冷静下来 看着我哥 方大志 你妹妹什么意思 难不成 要是我今天 真砸了这桌子 她还要我赔不成 我直接把她拉到门口 一拉一堆 一气呵成 不好意思 我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还没进门 就想跑到我头上来 作威作福 我给你脸了呀 关门的瞬间 乔薇反应过来 把门死死抵住 大叫 方大志 我哥从餐厅跑过来 把乔薇护在身后 小初 薇薇今天第一次上门 能不能别闹了 我 闹 是我要闹的吗 我妈也过来当说客 小初 算了 别在门口闹 邻居们看了笑话 让人进来 把饭吃完了再说吧 我妈发话了 我就算再不满意 也又一次忍了 看在我妈的面上 我看着我哥 很是不满 你的人 你自己管好了 我转身的瞬间 听到乔薇压低声音 质问我哥 方大志 你就看着你妹妹欺负我 重回餐厅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一般 我和我爸妈都坐在一边 安静地吃饭 只有乔薇 坐在对面 也不吃桌上的东西 就坐在那里 我直到吃饱了 才下桌 我妈想收拾 我拦住 行了 你都多久没洗过碗了 放着我待会儿拿洗碗机里 去洗就行了 不知道我哥和他又说了什么 等我收拾完桌子准备上楼 乔薇居然把我拦了下来 还跟我道歉了 妹妹 刚刚是我不懂事 对不起 我还纳闷呢 下一秒他就原形毕露了 但是你家可就你哥这么一个儿子 而且你不是还指望你哥的孩子 给你养老吗 以后这些东西 包括你的 不都还是你哥的 你哥他爱我 我们结婚后 他的东西自然也就是我的 所以啊 你能不能别故意为难我了 毕竟以后我们终究会是一家人的 说完 他又凑近我耳边 小声威胁 妹妹 你呀 得考虑以后的处境 等你老了 你还得指望着我和你哥的孩子 给你养老呢 哼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说完 他又退了回去 从沙发上把我哥拉起来 站到我爸妈面前 叔叔阿姨 我和大志在一起 也有大半年了 我们准备结婚了 这 到时候婚房 彩礼的 我们是不是该先谈谈 我妈看着我哥 惊讶地问道 你们这么快就要结婚 说完 我妈又看了看乔薇的肚子 我哥知道 我妈心里在想什么 立马摇头 妈 没有 已经犯过一次的错 我怎么可能再犯 这么说 我妈当场就松了口气 对于这个进度条 我还是有些意外的 我问我哥 你要和他结婚 第一次上门见家长 就谈婚论嫁 开飞机都没他们这速度快 就这女的 我能让他进家门 我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我哥 对 我和薇薇想定下来了 我一笑 定下来 怎么定 我哥还没开口 他倒是先狮子大开口 叔叔阿姨 我家那边订婚 一般都会商量 南方这边买房买车 然后给了见面红包就行 至于彩礼 就看叔叔阿姨 这边的意思吧 不过 按照我们那边的习俗 一般是给十万零一千 寓意万里挑一 不过这也要看 叔叔阿姨的意思 如果太多了 也是可以商量的 我爸妈没说话 我倒是忍不住先开口了 乔小姐是哪里人 家乡风俗挺独特 这哪里是结婚呀 是卖女儿了吧 买车买房还赔嫁 那你们女方出什么 就出个人 调高来卖 也要看自己 值不值这个假 我咄咄逼人的发问 反正已经闹翻了 我一点面子 也不想给她留 乔薇面红耳赤的 妹妹 这是我和你哥的事情 叔叔阿姨都没说话 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辈 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吧 又喝 她还只冷起来了 可惜呀 她不知道 我们家 谁有钱 谁就有话语权 很不巧 我们家 我才是有钱 有话语权的那个人 我一点也没客气 看着我哥问 你这婚结下来 没个一百来万下不来吧 这钱你准备谁来出 爸妈的情况 你不是不知道 他们哪有这么多钱 我哥一脸难堪地看着我 我想找你先借着 这话一出 我就笑了 借 随随便便 你张口就是几百万 你拿我当印钞机吗 乔薇不以为意 妹妹 你也别这么说 既然你都决定 以后要让大智的儿子 给你养老了 这钱 以后不都是大智儿子的吗 现在也不过是 提钱支取罢了 那还用借啊 我没想到 不过是一句 应付父母催婚的玩笑话 倒是让我割荡了针 看来他早就惦记上了 我的钱 难怪啊 有钱了都不还我 合着是早就心里想着 从我这儿 拿更多的钱过去了 我冷眼看着我哥 这是你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哥沉默着 沉默已经代表了答案 我失望地看了眼我哥 又转头看向我爸妈 爸妈 你们说 这钱该不该我出 我爸看着我哥 一脸失望 大致 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听说过 哥哥结婚 让妹妹出钱的道理 既然是你要结婚 那自然 该你自己来筹办 你之前结婚家里 已经给你出了钱了 现在我和你妈 每个月就一千多的养老金 这几百万 是拿不出来的 你要是非要结这个婚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 我哥 爸 那总不能委屈微微吧 我爸 委屈 他哪里委屈了 张口就是几百万的彩礼 他委屈 你怎么不想想你 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几百万 你外面欠的一屁股债 都没还清 你能买房买车 我话放在这儿了 这婚是你要结的 不是我结 谁结谁付钱 关我屁事 我们做父母的 已经人质易尽了 这些年 你在外面闯不出个名堂 孩子是我们 你妹妹帮你养着的 没找你要一分的学费 生活费 就连我和你妈 也没找你要过一分养老钱 我也直说了 你找的这个 我们一家都看不上 你要是非要结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 别指望我们帮你 这一番话 乔薇一下就炸了 对着我哥 就是一顿控诉 方大志 你家是什么意思 是你求着我嫁给你的 现在连这点东西 你家里都舍不得出 就这样你还想娶我 今天也是你求着我 我才来你家的 结果呢 你们一家人都给我脸色看 我已经够委屈了 现在你妹妹还这么对我 这婚还结什么呀 见我哥不说话 他又道 还好我们还没结婚 这要是真的结婚了 你们家指不定 要把我欺负成什么样子呢 我才不受这窝囊气呢 方大志 我们完了 分手 我哥健壮 当即就急了 冲着我爸妈和我 就是一顿怒吼 你们这是干什么 让我重新找个人的是你们 现在我找到了 你们又开始闲三闲四 钱也不愿意出 难道你们就非要我这辈子打光棍吗 方小初 你还不快给你嫂子道歉 乔薇见我哥站在他这边了 继续拱火 阿呸 我才不稀罕你妹妹的道歉 方大志 我算是把你们这家人给看透了 你们是想空手套白狼呀 一分钱都不出 还想娶媳妇 做梦呢 我话放在这儿了 没钱 你别指望我嫁给你 说完 他就怒气冲冲地 一把推开我哥 拎上包指高气扬地离开我家 我耸耸肩 无所谓地看完这一出闹剧 我哥见人走了 匆匆留下一句 爸妈 薇薇 我是一定要去的 便追着人出去了 我爸看着我哥的背影 气得大骂 不争气的东西 找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要是敢把这种女人娶回家 我当没他这个儿子 我在旁边安慰 算了 爸 哥有分寸 不至于的 你也别气了 气坏了伤的是你的身子 多不值当呀 我爸妈妈咧咧了大半个小时 才被我和我妈劝着去睡了 我哥失联了 自从那天不花而散后 他没再回家 电话也一直是关机状态 我以为 他已经做了决定 在家人和他想要的爱情之间 选择了爱情 直到我收到了乔薇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我哥被他绑在椅子上 昏迷不醒 我直接一个问号 乔薇 妹妹 你哥现在在我手上 给我一百万 我就放了你哥 我笑了 直接把他拉黑 我没想到 我哥为了他可以做到这地步 为了从我这拿钱 都舍得陪他演 这出绑架戏了 我丝毫没有怀疑 我哥真的被绑架了 毕竟我哥可是武术教练 一个乔薇 绑架 怎么可能 结果 隔天 我就接到我侄子 从学校打来的求救电话 方号 姑姑 有个疯女人跑到我学校来 要带我走 我不肯 她就要打我 你快来 我心意紧 那你快告诉老师 报警 方号 老师已经报了 你和老师待一起 别乱跑 我马上过来 我边往学校赶 边给我哥打电话 但是他都没接 打不通电话 我又打了我侄子班主任的电话问具体情况 就听老师说 那个女人上来就说是方号的妈妈 要接她走 但是平时你们家都是方号爷爷奶奶送孩子来的 我们就多问了几句 她就冲了进来想强行带走方号 我们见情况不对 就报警了 现在那个女人已经被警察控制了 我侄子好歹也是个十二岁的大孩子了 根本就不认识她 怎么可能傻乎乎的就跟她走 老师想起什么 接着说 对了 警察看了那个女人的身份证 叫乔薇 你们家里人认识吗 我一愣 也没想到会是她 瞬间对我哥又多了几分抱怨 一个女人都管不好 还跑到孩子学校去闹 等我到了校门口 乔薇一看见我 靠着手铐都不老实 眼神凶狠地瞪着我 像是要把我活泼了一般 朝我大声嚷嚷 方小初 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你哥怎么会和我分手 我心下一席 分了 看来 我哥最后在家人和女朋友之间 还是做了对的选择 等我哥看到我给他发的消息 赶到学校的时候 这场闹剧已经接近尾声了 他上前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和我侄子 担心地问 你们没事吧 我摇头 我没事 倒是浩浩 被那女人挠了几下 都红了 我哥看了看我侄子的脸 一脸歉疚 这次是爸爸的疏忽 我保证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学校的事情解决完 警察给我们做了笔录后 我开车载着他们回家 一到家 我就把我哥叫进了书房 乔薇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疯疯癫癫的 我哥狠狠抹了把脸 一脸后怕 他就是个疯子 啊 我不敢相信 这话居然是从我那恋爱脑哥哥嘴里说出来的 你不是喜欢得很吗 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我哥叹了一口气 哎 一言难尽呀 那就长话短说 我怀疑他有精神病 我睁大了双眼看着我哥 不敢相信 真的 我也是最近两天才知道的 谁给你说的 我自己发现的 那天他从家里走了之后 我不是追着他出去了吗 晚上我就住在他租的房子那了 结果 我哥一顿 半夜我听见外面有声音 睁开眼就看见他不在屋子里 我走出去一看 他一个人跑到厨房里 拿着砍刀在那里剁肉 我以为他没看见我 哪知道他突然转头笑着看着我 问我要不要吃 我当时被吓得半死 连夜就跑了 我哥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的情景都还心有余悸 结果第二天他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还来找我 问我什么时候和他结婚 你说他这种 我直接就提了分手 大概是分手这是刺激到他了 加上他从你这儿没拿到钱 所以他今天才会冰形险着 我一愣 嗯 什么意思 你真被他给绑了 我哥难掩脸上的颓丧 点点头 我也是趁他不在才逃了出来 你不是都跑了吗 怎么还会着了他的道 我哥现在想想都还心有余悸 长叹一口气 哎 怪我太心软 听我哥说完 我也一阵后怕 这要是真的结婚了 不就相当于在家里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吗 还好 发现得早 我问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哥释然道 还能有什么打算 向前看呗 还有孩子 父母等着我养呢 我拍拍他的肩膀 鼓励道 别怕 再苦再累 家人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乔薇的调查结果下来 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他竟然是一个变性人 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当场就问了我哥 你们在一起大半年了 你连人家是男是女都没分清 我哥红着一张脸 我 我怎么会知道 我们在一起大半年 除了那晚就没睡过一张床 而且我们什么都没干过呀 不知道是该说我哥单纯 还是单纯 我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哥 没看出来 你还搞纯爱那一套呢 我哥满脸羞愤 活了快四十年 居然被一个男人耍得团团转 我也替他羞愧 难怪我从见他的第一眼 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合着他就不算一个真正的女人 不得不说 在这方面 女人的直觉不能不信 站在家门口 我正准备开门 我哥阻止我 说 这么丢人的事 别和爸妈说 就说我和他分手了 我忍着笑意答应 好 警察把乔薇带回警局 经过走访调查 查出乔薇原名乔薇 从小因为性格 就比较偏女像 在家里并不受宠 读初中被发现 私底下学班上的女同学 穿裙子穿内衣 被周边人打上了变态标签 家里也因此和他断绝关系 不愿承认有他这么个儿子 成年后 他做了变性手术 改了名字 就一直以女生自居 没有正经工作 就通过这种和人拍拖 要求彩礼结婚的方式 来骗取钱财 在他的眼里 男人没有一个好的 他只不过是伸张正义罢了 我哥并不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在我哥之前 他已经骗了三个男人 并顺利拿钱脱身 我哥是第四个 也是让他栽倒 受到挫败的一个 正是因为这种落差 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 软得不行 就想绑架我侄子 逼我和我哥拿钱出来 只是没想到 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后栽在了自己手里 诈骗 绑架未遂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而我们一家人 还会和以前一样 幸福 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番外 我妈一早出门锻炼 回到家见到我哥 姓冲冲的 大致 我们小区隔壁栋的张阿姨 有个侄女 虽然是二婚 但是人家没孩子 那姑娘我看过 还可以 你要不去见见 我哥一脸抗拒 妈 你饶了我吧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谈恋爱了 我妈不死心 为什么呀 不就是一次失败吗 难不成你还忘不了 之前那姑娘 我哥脸仗成猪肝色 妈 你别在我面前提他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提他了 我妈不明所以 只有我知道 我哥现在这叫应激反应 对谈恋爱 已经产生了本能的抵抗 谁让他 遇人不输呢 我在一旁偷笑 不过还好 我爸妈不知道乔薇的事情 否则 我敢保证 这是 我爸可以拿出来 对着我哥念叨一辈子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谢谢你 再见